不信 不信 大嫂 大嫂 我还是不能把孩子还给你 为什么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像儿子 我都快想疯了 好不容易今天我们父子见面了 你却不还我 为什么 如果我把这个孩子还给你 你能保证万一 我说的是万一啊 不是咒你 如果你死在战场上 你的太太们 会不会害死这个孩子 太太 我哪有什么太太啊 你不是有三个太太吗 大嫂 那都是小老婆 四年前我杀了陈才如 然后就跑了 跑了去当兵了 别人当兵为了升官发财 而我只求一死 因为死了以后 我就可以见到孩子的娘 与她团聚 可老天爷不说 这子弹见了我以后 就绕着弯的走 没过两年我就当上团长 这宝妹说亲的都来找我 有皇后大闺女 还有大嫁闺秀 还有教书先生 可当时我在想 我如果找了媳妇 我就对不起孩子的娘 所以我一股脑地 找了三个小老婆 整天地陪我喝酒 吃肉 睡觉 打麻将 我从来没对他们动过心思 大嫂 儿子只要跟老婆向你保证 我立马把那三个小老婆 全给休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 那是什么意思 好 你是怕儿子回到我身边 她是委屈是吧 我儿子命真好 贪上你这么一个娘 我再谢谢 你先不用谢我 你再谢我 我也不能把孩子还给你 为啥 孩子以为她姓龙 那你就告诉她 她心高不就完了吗 孩子以为她的亲爹早就死了 那就告诉她我没死 我还活着不就完了吗 孩子以为我是她的亲娘 那你就告诉她 你是她养老不就完了吗 孩子不是小猫小狗 他是人 对 对不起 大嫂 你说她对 再有 如果这个孩子现在离开龙家 就会至少有一个人 被吊死在祠堂里 向龙家的祖宗谢罪 有这样的事 是的 所以 我暂时不能把孩子还给你 请你再多宽限几日 容我想想办法 大嫂 那我等到后娘妈月儿去 也许等不了多久 我明天就去找孩子的三叔 好好商量商量商量 好啊 他是我兄弟 我兄弟是正人君子 他一定会帮我 会帮我想出好办法来的 好 我等 我等 那就多谢了 您 请回吧 那我回来 大嫂 大嫂 我知道 您叫柳英娘 是了不起的人物 高柴虎舵子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我本以为 您会赖着账 不还我儿子 所以我才是更半夜的 跳墙进来 还绕了半天弯子 真是丢人现眼啊 哪曾想啊 您这么光明磊落 实在让人佩服 我儿子跟您结缘 是他的父父 我高柴虎舵子 能认识您 那是我的命后 我儿子 我儿子 静候佳音 我儿子 我儿子 哪怕就是来偷人的 你说 这大半夜的 给我摘过多子 来找柳姨娘干啥 还在龙家的词堂里 敢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他该死 开枪 不能开枪 你个废 你开不清 娘 娘 别怕 别怕 李宝 娘在呢 枪手 老太太说了 你只要一个人枪 你就必须把他打死 要不然换不穷的小三人 可是 你就听老太太的吧 老太太是神奇 听她的准没错的 我是警察 我不能听她的男娘 你不听她的男姑姑 就活不了了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跪下来 我求求你了 你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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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开枪 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生命的 aber 我求求你了 natürlich 你 stir 伤害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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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想让我儿子替你去挡枪子吗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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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放开我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押我出去 要是有枪子 我替你挡 还愣着干什么 你俩看甲公院的人个个都有墙 再玩你就更走不了了 爹 不许哭 在这儿等着你啊 还愣着干什么 二少奶奶 快 别过来 别过来 姑姑 这怎么办啊 这老太太可没说过呀 别过来 把她拿下 把她拿下 且都别过来 大哥 快过来 这儿呢 大哥 不许哭 你快走 我挡着你 不许过来 来 走 快点 少司 等我这儿 谁 我问你是要死怎么回事 娘 没吓着您吧 舍管家 你怎么在这儿 坏了 儿媳妇 娘做错事了 怎么了 娘 龙家的百年基业 八成要毁在我手里 夫人 都怪我 老夫人交代我办的差事 我没给办明白 快起来 别在这儿傻跪着了 赶紧把我孙子找来 是 是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姑姑班中 你们龙家的老祖宗来压我 我 舍小四 你跟我这些年 我怎么教你呢 你舍小四拿的是政府的共享 不是我们龙家的奴才 更何妄你看清是高团长 为什么还要开枪 我 我 你抽自己有什么用 赶紧去军营 向高团长请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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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去我 那高团长手下如上似虎 我去了能得好啊 你不去是吧 你不去我扒掉你这是衣服 送你去坐牢 骗人吧 是 我是收过你们龙家的温慧 可这些年我也没少报答 你以为我不懂公是公私是私 你以为我愿意打高团长黑枪 我不知道得对高团长不得好吗 还不都是你奶奶逼的 你说什么 我不是你们龙家的奴才 你们龙家的主子 不一直都拿我当奴才吗 龙彦聪 龙彦聪 我给你诸上入宿啊 你要送我去坐牢 你有良心吗你 蛇局长 三少爷 怎么吵起来了 二嫂 这事你别管 蛇小四身为警察局长 驻承大所法力难入 你们龙家照着击人 除了错让我背费过 我不服 你 三少爷 你静一静吧 都是好兄弟 这样大吵大嚷的何必呢 三少爷 蛇局长 你怎么能跟三少爷 龙县长顶嘴呢 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什么都别想了 什么都别想了 回去睡吧 回去睡吧 三少爷 三少爷 都是我的错 这怎么会是你的错 酒席宴上你没看出来吗 那个高团长他认识我 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有这么巧的事儿 是啊 居然就有这么巧的事儿 这事儿你和奶奶说过没有 说了 他老人家想干什么 你别怪奶奶 奶奶是怕我背上欺骗祖宗的罪名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我原本还想着明儿一早 就找你商量了 三少爷 三少爷 老夫人让你去一趟哪 我正要找他呢 娘 这是我亲爹 我爹早死了 排杯上有他的名字 他叫龙济宗 和我三叔长的一模一样 是你告诉我的 以后大人说话 小孩不许偷听 走 跟娘睡觉去 三孙子 连夜动身上省城 您让我去省城干什么 告状 姓高的夜闯民宅奸阴妇女 让大帅夺了她的钱 治她的罪 奶奶 我义兄去祠堂找我二嫂 那是有原委的 再说她什么时候奸阴妇女了 正管娘 先扶我娘回午休息 我和奶奶单独一话说 严重 你别跟奶奶 奶奶你做得不对 不是 怎么着三孙子 长脾气了 笑顺着奶奶了你 幸好子弹没打中高团长的要害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杀人是有罪的 谁都一样 在自家祠堂杀贼 何罪之有啊 这没听说过 奶奶 你明知道高团长 为什么要上祠堂 他是贼吗 夜闯民宅就是贼 那这么完不讲理的话 我不跟你耽误了 别呀 三孙子 奶奶知道错了 你别走 别走 你错哪儿了 我 我没找对人手 我没想到蛇小四 当了那么多年的警察局长 他那枪法还那么差劲 你明知道那孩子 是高团长的亲生骨肉 把孩子还给人不得了吗 你为什么要杀人啊 你 上我柜子里 拿出两条白绫子 我跟婴娘 一块上吊 再预备两口棺材 一块出殡 也给你们省笔开销 我说奶奶您说的 这是什么话 我是一家之主 欺骗祖宗 我不去死 祖宗的威严何在 就算看得我岁时大 族人们网开一面 可是婴娘呢 她能活得了吗 那么多人恨她恨得牙根痒痒 恨不能她早点死呢 亏你心里还想着婴娘 这叫啥话呀 我对婴娘跟亲孙女一样 亲孙女 见我不娶妻便想嫁祸给她 比她自艾 奶奶 你摸着这儿想想 如果她是您的亲孙女 您会这样吗 你 你怎么知道呢 老祖宗 老祖宗 三少爷 不好了 咱们龙家被当兵的包围了 这连大炮都架上了 什么 团长 打你黑枪的 就是警察局局长射小事 我看见了 有高有瘦 像个大马猴子似的 没错就是她 她可是龙元宗的亲信 当年在监狱管事的时候 因为龙元宗的事 让前任的县长扒了官衣 你什么意思 团长 人心可肚皮 有的人啊咱不得不防 你是说 对 不可能 我兄弟怎么可能 在我背后打我可以抢呢 可是除了她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团长 您想想 咱们来之前 这孝性的军政要务 可都是她龙元宗 一个人说的算 可现在呢 我脱了她的军权 龙元宗是富可敌国的龙家少爷 从小就被别人宠着 惯着 她的心眼和我的心眼 不大一样 兄弟们 给我大声的喊 打黑腔的小人龙元宗 出来受死 打 打黑腔的小人龙元宗 出来受死 打黑腔的小人龙元宗 出来受死 打黑腔的小人龙元宗 出来受死 龙元宗跟我狗过头 如果我親手宰了他 別人會使我不義 可這孫子 太不是東西了 待會兒等他出來 你們就開槍 我懶得跟他理論 是 閻總 你幹嗎去啊 外面喊什麼你沒聽見嗎 讓我聽見啊 一兄對我有點誤會 你們出去解釋一下 解釋 他是個什麼樣子 我也不是沒見過 他是那種能聽解釋的人嗎 你娘說得對 我用打釋的 三孫子 你可不能出去 當兵的那麼寒 那就是高柴和舵子 認準了你打黑槍算進的 你現在出去 那不是火上焦牛嗎 這麼著 找幾個膽大膽 把我搭出去 我好好跟他聊聊 怎麼能勞嫁娘呢 不就是個團長嗎 我出去會會他去 看他能把我怎麼著 還娘 黃祖宗 夫人 三少爺 二少奶奶出去了 什麼 他從祠堂那邊 崩掉了動靜 就趕過來了 我跟他說 來者不善 讓他別去冒險 可是他不聽我的呀 攔著他 攔著他 三少爺 來 三少爺 來 攔著他 來 走 來 攔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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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个女人不知道 咱们来干什么的 兄弟们 告诉她 大黑院则小人龙眼斗 不戴受死 大黑院则小人龙眼斗 不戴受死 在这里 在这里 你干啥 今天都是我的错 你就直接冲我来得了你 奶奶 我求求你 你让他们让开 我得出去啊 严宗 你去没有用 那个凶尘恶杀正在妻头上 你要是去了 万一把命丢了 娘可怎么活呀 对呀 还有你新娘子 今天才过门 奶奶 娘 现在龙家出了事 我一个大男人待在家里 让一个女人出都算什么 你管他算什么呢 现在逞强不得 不行 我出去 拿着他 对 别人让他也不能去 不能出去 高团长 能否进一步说话 对吧 千万不能伤达 绝对不能进去 这龙家里面肯定有埋伏 大门后面 不知道藏上多少支枪呢 听到了吗 兄弟们不答应 高团长 今天这事跟龙烟宗没有关系 你怎么能赖在他的头上呢 你就别替你相好的说话了 你胡说什么 我胡说 龙烟宗早就告诉我了 他要娶的是你 可是他娘 他奶奶不答应 还要拿白灵的勒死你 龙烟宗是为了你 才娶着那姓红的 不许你胡说 你群死的吓唬谁啊 咱们俩是认识 可咱们俩的交情 没那么深吧 我还管你的死活 我告诉你 让龙烟宗 自己出来受死 否则的话 我就大开杀戒 让兄弟们进去杀光里面所有人 烧了这房子 大不了我带着兄弟们上山 战身为王 兄弟们 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干 团长 这还用问吗 兄弟们跟您一条心 您说打哪儿就打哪儿 您说杀谁就杀谁 兄弟们 听团长的 听团长的 听到了吗 杀光所有人 连我儿子一起吗 高团长 我现在就去死 我要是死了 那我儿子 永远都是我儿子 他要是知道今天的事 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你要是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后就赶快撤兵 我只输五个数 你要还不撤兵 我就自尽 一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五 五 等会儿 等会儿 刘盈良 你跟我玩真的 好 我惹不起你 承命 不 撤兵了 撤兵了 二少奶奶把登兵的全给吓退了 让开 来 二嫂 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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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对不住 我们来晚了 来早有什么用 他们有大炮 你有大炮吗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上司 过来去 来 你听好了 在我和高团长和解之前 你不用上班 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 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这是为你好 我知道 可我是警察局长啊 那高柴和肚子要造反 我这个时候怎么能躲呢 谁说高柴和肚子要造反 我们这是私人恩怨 在没和解之前 你别别风吐 听见了没有 是 婆婆 来 喝杯茶 这大晚上的 你给我茶喝 不让我睡觉了 哎呀 你看我这一心 你去为龙家的事操心 我 我忘了这大半夜了啊 好话 这有件事啊 我还是想跟您提个醒 什么事 那个姓高的团长和柳英娘 还挺近乎的 这酒席上那一出 大伙可是都看见了 那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那个姓高的 大半夜的翻墙去磁藏找他 还有啊 一个团的大兵压境 那柳英娘三军两军就撤了兵了 这事蹊跷哎 你到底想说什么 婆婆 你有件事 我也不想再瞒在心里了 当年她柳英娘抱着儿子 回来的时候 我就怀疑过 这个孩子越发长大吧 就越觉得 长得不像二兄弟 今儿我见到那高团长 可算是对上好了 她跟那孩子 是长得跟爷脸似的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滚 婆婆 我这也是为了龙家好啊 别养半天这样 养个野种 你 夫人 夫人 您先坐下 坐下 坐下 休休休休 夫人 夫人 对对对 接那个沈臣的万专人家 哥 是我 哥 昨天孝行臣出大事了 告差或托子 把大炮架到了 龙燕宗家门口 为了一个女人 这一线支掌和保安团团长 这是要拼命啊 这还了得呀 咱们要是干起来的话 孝行臣那是名不聊生的 对对对 龙燕宗家就是我家就是我家 可是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死 我是为了孝行臣的百姓 哥 你快点向沈主席和大炮汇报 最好啊 让他们派你来平定叛乱 那这样的话 喂 喂 喂 听说高团长的胳膊 就是为此再蹭破点皮 上皮就没事 大嫂 这么一旦走 你怎么进来的 颜聪啊 我跟你秘书说我家有点急事 她呀知道我是你大嫂 就给我个面子 让我用下电话 我娘家爹过寿 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哥哥 让他代为问候 亲爷大寿 大嫂应该回娘家 替我带去问候 还有 这礼金和礼品随后送到 我可不能走 这龙家现在真是危难之事 我又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 哪有什么危难 大炮都架门口了还不危难 那个信高的想要你的秘密 我可是听到的 颜聪啊 你是龙家的顶梁柱 这口气你可不能咽下 你要是认了怂 那就是龙家认了怂 以后再孝心 还怎么抬起头啊 那个信高呢 是有兵权掌握在手 可你也不是吃素的呀 我哥说了 你呀使劲跟那个信高的干 他一定支持你 大嫂 您不是打电话拜售吗 说这些干什么 他先聊的时候 就随便聊了几句 这样 大嫂 麻烦您再给万专员 打一个电话 就告诉他说孝心一切都好 还有我和高团长已经结为兄弟 虽然有些误会 但很快就会解决 不用了 这个是空下的电话 我也不能用起来没完呀 我先回去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慢走大嫂 我把门盖起来 小姨吧 要不然这样 你现在就给高柴胡作子写封信 要他到这儿来 我去送信 不管用什么办法 就是骗 也把他给骗过来 只要他一进办公室 不管他带多少人 咱俩一起上 一准能把他拿下 为什么 啥为什么 他都把炮架龙家门口了 再不把他拿下 那不得出乱子 你这么做的话 那个女人最高兴了 你没看那个女人 性责乐活的样 亏你是我大师兄娘 你和那个自私自律的女人 一个想法 你赶紧给我买趟好酒 我给我一兄赔罪去 咱去他兵营 那咱带多少人 带什么人 那是我一兄 我自己去 这里 这儿 。 我害羞 我、那你 你害你 我害羞 你害羞 你害羞 我害羞 那你害羞 好 请龙县长稍等 报告团长 龙县宗一个人一壶酒求见 一个人一壶酒 不进 是 那就请高副官 传话 问问我义兄 难道怕我是荆轲不成 团长 告诉龙县宗 我高柴弧度 没当兵之前就是荆轲 一个人一把刀杀了陈才主 今天我不是秦王 我做事光明磊落 没有那些邪门外道 如果他想见我 可以 把蛇小四的头 给我赶下来 是 没有这个道理 昨日深夜他化了妆 私闯民宅 警察局长开箱是为了捉贼 虽然有些草率也不至于是错 不 你就问我义兄 还拿不拿我当兄弟 看着啊 还敢提兄弟 我是他大哥 他这样对我 你让他滚蛋 不然 不然我就隔袍断衣 可以 可以啊 割袍断衣也得面对面 你让他出来 当着我的面把袍子割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 我龙燕宗不缺一个 不讲道理的大哥 先生 先生 大长 何求哥 我就当没你这个兄弟 我哥 哥 我的一脚 算不算隔袍断衣 不行 龙燕宗说了 你得当着他面 哥 我才不出去呢 出去就上他的当了 再说了 这种事有见面说的吗 他是县长 又读个大书 三言两语就把我糊弄了 我才不出去呢 可是您要不出去 龙燕宗说的没看见 不算怎么办 人家赶来 说明人家心里没鬼 昨天我听了你的话 说什么龙燕宗 为了军权他设计我 我头脑一热 我怎么就听了你的话了呢 你笑什么笑啊 现在人堵在门口了 你让我怎么办 对啊 团长 怎么办呀 背拔 大哥 张杰 李兄 你 你 来吧 大哥 虽说 这是破庙 但供的是真神 关公 关圣帝老爷 虽说我们两个磕过头 但没败过关公 今天你我 如果把话说开了 那我们还是兄弟 一起 再拜拜关老爷 如果不想做兄弟了 那么今天在关老爷面前 隔跑断地 如何 我说你 我以后 你还没人 我以后 你还不想做 你还不想做 那你还不想做 你也不想做 你还不想做 我只想做 你还不想做 你也不想做 瞎扯了 你们家有的是钱 来再喝这一坛的酒 大哥 我再喝这坛酒不是因为它好 不是因为它贵 是因为我想好了 我要和大哥一起喝 我再喝这坛酒 我再喝这坛酒